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继续基于Waves13的实战教程 这一期我们讲了混响 这一期我们用Apple Road RS126这款压缩器 对这个小提琴的音色 做一个动态的一个控制 所以我把这个混响给关掉了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肯定是先做一些基础的 一些修正的一些工作 然后再去加混响 这一期我就把混响给关掉 在你去准备对它压缩的时候 一定要对你这个声音有所了解 它的优点它的缺点 这些东西你都得有所了解 在我看来我对这个小提琴 这鬼这个声音 我们先不说它拉的准不准 拉的这个实质对不对 我们不说这个 我们就单从音色上来说的话 这个小提琴的话 还是就是动态的范围有些大的 因为这个伴奏的动态范围 不是特别的大 不是特别大 毕竟我们就是相当于这个是个贴唱 我们还是要和伴奏去配合起来的 并不是说我把这个小提琴调的特别好听 单独听起来 solo一下特别好听 有万事大吉的 你得和你的伴奏结合到一起来 所以我们在这边控制的时候 一定要听着伴奏 反复的切换伴奏和这个小提琴的声音 我简单的操作一遍 像这个速度应该就是相对来说慢一些 还是手动 不要自动 这款小火器是模拟硬件的 所以有些东西你可能看的比较奇怪 有些这个字母 看着这些单词 看着有些懵得懵得的 不要紧 不要管它 所谓的压缩器不就是 启动时间释放时间预迟还有压缩笔 这些东西 那我们past掉 听一下原声 就相对来说比较 怎么说 硬啊 这个小提琴比较硬 没那么柔 压缩压好的 对啊 对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定要注意看这个表 我觉得差不多 然后可能后面要配这个EQ 一些插件来做一些细微的一些调整 我们先把这个压缩先控制到这个程度 还是目前来说还是可以的 好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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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